观察了指标 是不是美国经济一步一步步向衰退 你刚刚说 它的衰退指标已经被触发了 再来看到 金融时报它帮我们盘点了 全球20大银行 裁员砍砍砍 砍到多么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地步 对 没错 我们又讲嘛 事实上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 就是银行股 因为银行股是美国的 一个国家的鞋脉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个金融时报说 去年这个全球20大银行的货 裁员一共6万人 那光是在美国的话 就已经财员超过2万人 所以美国是2008年以来 金融海啸 美国银行业财员最多的一个年度 所以你看银行业显然在走下坡 那当然也是暗示着美国经济 似乎是没有那么好 好 尤其我们刚刚一个 非常重要的指标 那就是巴菲特 为什么巴菲特呢 因为事实上在这几天的时候 我们股市为什么会大震荡 主要原因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就是因为 美股目前为止来说话 很多财报不如预期 尤其上礼拜五的话 你看整个包括说像这个Intel 跌了20几% 要挥打整个指数又往下跌 但是周末时间大家原本说 美国上礼拜五就跌最惨了 这个礼拜应该会反弹了嘛 就没想到周日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讯息 完全傻眼 那是什么呢 因为波克夏 他公布第一季的这个获利 非常好的这个状况之下 结果他要公布他自己本身的 这个投资的这个相关的数字 就公布出来的数字呢 让大家完全非常傻眼 为什么非常傻眼呢 第一个 因为他目前为止来说 他最重仓的就是苹果的公司 就没想到他苹果公司呢 他砍了非常多苹果的这个股价 苹果这个抛售 他原本第一季砍了13% 13%就占他持股是非常多 那当时就像人家说什么 问他说你为什么 是不是看空苹果的这个股票 就那时候巴菲特说 没有我是因为税的关系 好 因为税的关系 因为你赚很多 你怕被磕这个所谓众所税 OK 你那时候说得过去 可是问题是你第二季 你又加抛售了50% 比第一季砍更凶 对 也就是说你几乎把一半手上的苹果 完全都砍掉 那大家想 你这个就不是税的问题了吧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大家都觉得非常慌张 再来是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讲吧 银行业去年美国非常的糟糕吗 就没想到现在又被人家发现到说 他其实除了看 除了这个初清这个所谓的 我们要卖了50%的这个苹果之外 他还做另外一件事 他抛售了这个美国银行 38亿美金左右的持股 也就是说 他也看空美国银行的本质 美国银行过去的 他说我几乎不会卖 因为那是他的重要持股之一 所以就是说 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他砍了两档最重要持股 一个是苹果公司 一个是美国银行的这个持股 哇 这个就掉起大家的悬念跟好奇 昨天最重磅的消息 到底 我们看到股神巴菲特 他是什么样的神操作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预见 他也可以看得出 你看 他第二季狂砍 才割多久 我们今天的股市大杀盘 他到底看到什么了 对 好 我跟你讲 因为他狂杀苹果的股票 苹果的目前为止 是在他重仓太多 所以苹果在今天的这个盘前盘 已经大跌了六七%左右 所以今天美股注定 也是一个非常心风邪雨的一天 另外第二个 今天的这个日股 就像日股也跌了快要八九个percent 为什么 因为巴菲特他在日本也买了非常多五大商社 现在大家怕说 你不是只有出清这个苹果公司 你会不会连日本的五大商社都出清 所以日本股市才重挫 那日本股市重挫 当然引起这个周边的这个连移效应 台股当然也都受到影响 好那为什么这样做 这次其实引起大家注意的是 他把他的现金部位 拉高到2700多亿美金 就像我问你 假设你对未来股市看好之后 你会怎么做 我当然去投资股市啊 对那你为什么留那么多现金 是不是我看衰或者是高度疑虑 对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担心这一点 就是你留那么多现金 就是你对未来的行情 你可能没有那么看好了 好那你对未来的行情 没有那么看好之后 大家就开始去找 巴菲特过去的这个经历 你会发现到说 巴菲特没事的 把现金拉的股位 拉的这么高的时候 后面都会有大事情要发生 每一次都有大事情 我跟大家讲 这是这个巴菲特 他的这个cash的 相关的这个饼皮图形 这是他的cash flow 就是他的现金部位 大家仔细来看 他在这个 原本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他把这个现金部位拉高 你要拉高之后 据想你要没多久 这里蓝色每一个波峰 都是把现金部位拉高 对我们只看这个波段就好 你看他在这个波段的时候 把现金部位拉高 拉高的时候 拉到最高的时候 据想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吗 发生什么事 后来就发生了2000年的网路大泡沫 你看后来网路大泡沫之后 他赶快在跌升的时候 去买了非常多股票 好那紧接的第二次是什么 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可以看到他开始把这个资金 往上拉高拉高拉高 拉高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 后来没多久 发生的时候 2008年左右 后来就发生我们印象中 非常深刻的 这个所谓的 很多网路的泡沫 这个金融含消 事态风暴 对就在那边爆发了 就这样一个状况 就开始往下跌了一个情形 好那你紧接下来 在上一次是在这个时间点 上次在2020年 2020年那时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因为新冠疫情 可能要爆发 要爆发的过程 你们看他也是把这个现金 部位拉高之后 一直卖股票一路卖 一路卖 结果没想到后来就触动 我们有所谓的金融海 这个所谓 次贷风暴的时候 不是有一次这个股票大跌 甚至油价还跌到负油价 就是那一天就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就现在大家紧张的是什么 他又把金融部位往上拉伸 所以你看每一次往上拉伸 之后就伴随了2000年的金融 网路泡沫 然后2008年拉伸之后 伴随了金融海啸 2020年拉高之后 伴随了COVID-19的熔断 现在你又把资金往上拉高之后 大家会怎么担心 大家会担心 难道你认为说 这次是整个AI的泡沫吗 还是美国经济要出了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在这个 为什么这次的巴菲特 他的这个持股 出来之后 会造成全球股汇式的大震荡 我就跟你讲 巴菲特他是巴爷爷 他是老仙杠 他一定看到了什么 我们没有看到的事情 所以来提醒大家 8月份可能大家还是要多看 少做了一个状况 明明满手订单 客户随他挑 台积电强的 当然有道理 昨天的台积电跟今天的台积电 基本没有任何变化 没有变化 没有 但是昨天大跌 今天大涨 所以告诉你 这就是心里面的因素 那昨天晚上 我们金管会不是因为大跌 他也说 台股的基本面上称稳健 那他说什么 这个我们今年的日成交 均量是4406亿 非常好啊 有量就有价 所以没有问题啊 他还提到说 我们上次贵的累计营收 是20.03兆 年增10.2% 是历年次高啊 数字非常好啊 那今天又公布很多数据啊 包括说你看 我们的出口已经连续 8个月的正成长 到6月的时候了 那上半年的出口进口的这个 都是历年次高啊 然后上半年对美国的出口 双双创下这个历年同期新高啊 然后尤其是我们出口到东协的时候 非常高啊 东协 出口到美国已经超越东协了 变成是全台湾最大市场嘛 最大市场 这么多利多告诉你 我就讲嘛 我刚才不是一开始就讲 昨天的基本面跟今天的基本面 没有两样 但是昨天大跌 今天大涨 所以告诉你就是 那都是心里面的影响 那尤其是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挥打曾经有一个消息 就是H20 他目前为止来说 可能会被美国禁止 但是原本他卖得不好 那现在卖得非常好 为什么卖得不非常好 因为虽然说了华为有推出 所谓的深藤910B的这个晶片 它的效能的确是比H20好 但是问题是 君强你知道 他问题是过热 而且你知道 他没办法容纳 没办法相容于过去 因为这个挥打 以前有非常多的不同款的这个晶片 它可以互相相容 虽然还是卖得非常好 H20还是卖得非常好 那卖得非常好的时候 尤其是华为的这个AI晶片 只有20%的这个良率 那尤其是它的 自制率只有20% 良率只有20% 那因为呢 它是用所谓DUV的7nm 那要经过34道的工序 我们就讲 7nm你要反复曝光 反复曝光的时候 才能够做到 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 精密的这个状况 那台积电的EUV只要9道 这个基本上就是 工序越多道 一定越容易出问题 所以因为这样子的话 其实H20是卖得比较好的 那尤其是未来呢 这个H20之外 还有一个B20 B20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卖打正在开发 它这个特工版 是用所谓Blackware的GPU 所特制的 那这G20目前为止 跟中国的浪潮科技 两个要互相合作 那尤其是你知道吗 每个晶片 大概是1.2万到1.3万 预估可以达120万的营收 对卖打来说 那你要知道 卖打上个季度 被人家打的时候 上个年度的时候 它才有103亿 所以对卖打来说 中国市场 你以为它被美国禁止的时候 是会这个营收会下滑 没有 它反而是营收会 上扬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想见的未来就是 出海口 已经要到这么多的集单订单 那么 卖打回头 一定是下单给台积电 所以 你就看到了黄仁勋 今天一个内幕消息 大家好震撼 他居然跑来台积电故装 这个大家不意外 意外的是 在闭门会议当中 两边一边要下单 要你给我专属的产线 对 一边打枪 我做不到 两边几乎要吵起来 对 没错 事实上军想今天这个 大家都要讨论一个消息 就是难道 我们的黄仁勋 跟我们的这个卫泽家 跟台积电关系生变吗 因为今天媒体报导 他六月来台湾的时候 因为一件事情 跟台积电的高层吵了起来 因为目前为止 COAS量这个一定是供不应求 那他当然希望说更多量 那更多量说 你台积电不能在你厂里面做 你可以到厂外 做一个厂 给我专门For我的COAS吗 那台积电就说 不行啊 难道你要出钱吗 这个回答就说 那为什么要我出钱 双方就有点口角的状况 那后来幸好是 魏泽家出来 因为魏泽家稀稀 他就是人比较 这个看起来比较秀兵 他说好 我们先暂停这个安静一下 我们再来讨论看看 哇这个现场太精彩了 不过我退一万步讲 他不是没有特别帮谁拉过产线 他的最大客户苹果 对 他的iPhone 他的iMac 他都帮他做呀 是应该这样说 过去苹果可以帮你专门设成产线 但是苹果是在工厂内 我盖个厂我专门For你 但是是在我的工厂之内 但是这一次呢 挥打要求的是在工厂外面 那工厂外面来说 据一下我跟你讲 台积电怕的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怕的是我的机密外泄 因为COAS所有东西都是我自己做 我在厂外的时候 这是我的生产线 如果让人家看到说 我里面的机台白什么什么 你就等于机密外泄 所以对台积电来讲 他不愿意的原因在这个地方 那你也可以证实一点 他敢拒绝 你的这个NVIDIA的提议 表示你 现在是处在我的卖方市场 不是客户说了算一个状况 好 台积电底气十足的背后 乐观当中也要谨慎前进 为什么谨慎 现在棒打出头鸟 他的代工完全 晶圆制造完全碾压对手 你就垄断了吗 你就托拉斯大刀就要砍向台积电了吗 对没错 实际上川普的这个所谓低原政治的时候 在法售人家有拷问过这个卫生家 卫生家就说 没有问题了 我们目前的说法还会扩张 不会因为川普说什么而受到这个影响 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个是说 他就说因为我们有可能 我们前一阵子挥打被提起所谓反托拉斯 那现在你有可能会被反托拉斯 那你怎么办 卫泽家的方式是抛出一个Foundry 2.0的概念 Foundry 2.0就是说我们金元代工不是只有金元代工 我们Foundry 2.0是封装测试 因为COA是我们在做啊 所以我们不是专门在做金元代工 我们还有做封装 那我们部门我们要IC设计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 那我占比就会降低一点了 我如果以这个Foundry 2.0的话 我只有28 我不是这个Foundry 1.0的61 所以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等于是卫泽家就提前做了这个防范 好你要来假设你日后川普 你想要做对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已经防范的防火墙都建起来 到时候来做你 跟你做一个舒养的这个行星 好我们最后最后我们来看到 因为川普重返白宫几率已经大增了 对 所以川普上任之后 台积电是会好还是不好 我们就来看到 今天川普如果对上台积电一刀砍过去的话 不管有任何形式 对 那何止是欺伤权 当然啊 我觉得美国现在也很多有视之士 你看这几天 美国媒体美国证件人物都出来说 川普你这样想啊 你要再想想 为什么你看很多数字 第一个7000亿 什么叫7000亿呢 就是因为川普的这个专访之后 这个所谓科技七雄一系蒸发 因为台积电蒸发 很多人跟着蒸发 7000亿美金 所以你不要再乱讲话了 第二个92%是什么意思 台积电目前为止 占全世界先进晶片的92%的这个制程 你无人可取代 92%请问你没有台积电 你要跟谁哪 另外33%是什么 美国的客户 包括说辉达 包括说像AMD 包括说像Broadcom 甚至像高通 他们全部都是给台积电啊 经费的制造 都是给台积电啊 那45%是什么呢 就是微软 Meta 还有Alphabet 就是字母公司 亚马逊 还有特斯拉 贡献给辉达营收 大概是45%嘛 所以也就是说 辉达是给谁做 辉达是给台积电做 所以你把台积电毁了 或把台积电往实力打 事实上你看 这个对你美国 没有任何一点好处嘛 所以外面就已经跟你讲 川普啊 你可能在上任的时候 你还要再补一补 晶元代工 或是整个晶片产业 科技产业 这门学分啊 否则你这乱打下去的时候 到时候打了 不是只有伤到台积电 是你连美国的科技股 都会被你受到影响的一个状况 随着川普入主白宫 几率大增 台股被吓到 拉肚子 拉到都快脱水了 今天终于回神 今天大盘大涨了614点 台积电大涨超过4% 努力的要重返千元 而今天 流传了一份川普概念股名单 半导体唯一代表就是NVIDIA 你想 NVIDIA稳了 台积电还会差吗 果然 今天传出一个惊人的内幕消息 黄军军到台积电 去故装 去要一条专属 挥达的产线 结果被打枪 双方僵持不下 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 最后还是为哲家出面打圆场 哇 你看 台积电有多抢手 对 没错 实际上在初天的美股 出现一个大涨的状况 主要原因是什么 因为拜登退选 大家认为说 如果拜登退选 贺锦丽搞不好 有可能会赢 因为民主党对科技股 是相对比较友善的 所以整个科技股大涨 尤其是挥达大涨 4.76% 导致昨天晚上的美股 都出现一个大涨的状况 那因为昨天我们台股 才创下了非常大的跌幅 今年第二大的单日跌幅 就没想到今天台股 因为挥达大涨 今天大涨 今天台股大涨614点 是史上第二大涨点 所以现在都是整个600点 600点上下为一个基础的单位 那台积电今天也涨了40块 收在979块的这个位置 好那大家当然 那为什么挥达会大涨呢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子 因为传言就是说 虽然之前大涨有一个原因 就是这个可能 这个美国会要求你的这个H20 不能在中国卖 不过昨天传出一个好消息 是什么 路透社说 挥达准备要在中国市场 推出叫名为B20的 这个旗舰AI晶片 我们知道说实际上 黄远勋的下一个平台 是Blackwell这个平台 他也展示过 那Blackwell主要是B100 B200 还有GB200 三款晶片 那这个没办法卖到中国 所以他也说 那我要因应Blackwell这个平台 我要搭载一个叫B20的这个晶片 那这个晶片来说的话 连合作伙伴都有了 那这个合作伙伴是 传言是中国的浪潮科技 浪潮科技也是中国在做AI的公司 所以因为有这个利多 所以整个股价出现一个大涨的这个状况 那我就讲 事实上最近一段时间 整个科技股 或是说金融股呢 会出现 因为选情出现一个骚动的这个状况 为什么 我们讲 因为事实上虽然贺锦丽出来 昨天晚上大家是认为说 这个贺锦丽有可能会赢 但是市场上还是很多人压住 川普会赢 那么如果川普赢 或是贺锦丽会赢的话 这个其实会让整个股市 会出现不一样的这个波动 那尤其现在呢 因为这个川普的当选的可能性比较高 所以市场都压住什么呢 包括说川普是比较在意什么 能源嘛 他就说我要求石化 我要石化继续在美国发展 另外就是金融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能源跟金融这两个板块呢 是比较偏向共和党这一边 那反观呢高科技股 我们就讲 拜登跟这些高科技股关系不错 所以高科技股在最近一段时间 总值就蒸发了0.95兆美金 那也是因为 这个拜登选情不利 甚至他退选的关系 才造成了影响 所以接下来看 川普当选可能性高 能源跟金融两个会比较看好 那如果是贺锦丽的话 高科技股会比较好的一个状况 这是可能在投资上面 我们要留意的 不过呢 因为这次 拜登突然退选的这个时间点 我们知道 事实上是大家预测之中 就好像退了 就非常的临时 那到底怎么样呢 现在就有非常多的阴谋论就出来了 这个纽约邮报就报导什么呢 他是说其实呢 这个换灯计划 或是灭灯计划 早就已经开始了 他们说呢 事实上他们是 他们要设局 毁坏拜登的形象 怎么说呢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 因为今年的这个 所谓他们两个之间的这个 总统候选人 两党候选人的辩论 其实是比较早 因为过去都是在 两党都提名之后才会进行的 就今年比较早嘛 比较早的话就是故意让这个拜登 他在选举的这个时候呢 就洋将进出 就是让他失利 那失利的时候就没办法 代表党内出选 你看现在民主党还没有进行 所谓的党内的全代会嘛 所以可以换奔 换拜登的哦 这原因是这个样子的哦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有一套诈术 或者是一个陷阱 是 等在那个地方 对 让不知情的拜登 一脚踩进去 这个陷阱是什么 就是让他洋相出境的 第一场电视辩论 对 看那个老人老太 笼中那一票 让人投不下去 对 好 那这个陷阱 是民主党人设下的陷阱 也是一个内杀内侃 还是是川普设下的陷阱 这个里面就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 尤其是谁 就党内人数就说 好你变得这么差 然后第二招就是 威胁就是你用宪法 第25条的修正案 说不是 然后逼他下台 那当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个目前为止 我们要更多的证据 证明说到底是怎么样 不过 这个纽约邮报报导出 民主党的内部这个计划的时候 其实这个政科杂志 又说一件事 他说川普早就好了 好像知道了 川普在5月就已经写好了 11页就颁这个拜登退选 相关的这个备忘录 然后还制作了什么贺锦丽 你掩盖什么 拜登精神衰退 还有移民问题 就已经把目光焦点锁定在 贺锦丽的一个状况了 等等 所有我们今天 我们以为被偷袭了 我们以为状况外 我们吓了一大跳的 所有的剧本 都按照5月份的川普 写好的剧本一点 对 所以到底是 目前为止是怎么回事 是民主党内部呢 还是这其实是 大家设计好的剧本 不知道 计中计 对 好 那于是呢 路透社说什么 他说川普准备把这个贺锦丽 打成是拜登的这个 co-pilot副机长 所以要把这个 移民的问题啊 还有同伴的问题 就为他承担 所以看起来的话 其实这个川普早就已经拟定好 如果是贺锦丽来 我怎么打你 所以你看贺锦丽出来 他不是就说 这个贺锦丽更好打 所以显现他是有 准备的一个状况 川普 强势重返白宫的几率大增 回过头来 刚刚的这一张图表 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 你想川普当选之后 对台湾会好吗 我们看这个黄仁勋的 跟台湾的关系也很好 不过今天传出个消息 大家有点吓到 就说因为黄仁勋 6月来台湾的时候 大家看他表面上 外面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就没想到传言 他在跟台积电 在开会的时候 两个之间 好像有点摩擦出现了 就为什么 他就说这样 因为目前COWAS这个非常热 他说我希望在台积电的场外 设一个COWAS的专用产线 给我这个NVIDIA自己使用 就没想到 台积电高层说 不要 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没有人有这样的惯例 所以双方似乎是有点口角的关系 那幸好是 魏哲家亲自出来打原厂 好啦我们这样子 我们可以再谈 用这样来缓和的一个状况 这个就是代表台积电太抢手了 对 没错 那告诉你什么 没有错 具体上讲的没有错 就是因为我太抢手 我可以拒绝客户的要求 我不知道如果 这就是一个上 这个两个上下关系 你就看得出来 如果是客户的 客户要求我都接受 那表示客户比较大嘛 那客户的要求我不接受 表示我比较大嘛 所以那他事实上 目前为止 为什么这样 台积电在先进制程 也就是说所谓 3nm到5nm的先进制程 是全世界第一 另外一个COWAS的技术 是全世界第一 所以那事实上 为什么台积电 有能力拒绝 回答 就是因为好 你这去找第二个供应伙伴 不好意思你找不到 那当然就是我说了算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 这一次的法术会里面 其实魏哲家有提出一个 叫做Foundry 2.0 就是晶圆这个制造2.0的这个计划 我们知道事实上 晶圆代工这个词是 这个我们这个张忠谋董事长创的 那他就Foundry 2.0就说 我把这个封装测试 什么都算进去 所以2.0 那我的实战率我只有28% 因为我的这个晶圆代工有61% 我被反垄断 所以等于是他用这样子 因为我们知道川普 也有可能用反垄断来调查台积电 所以我就赶快先用这样子 怎么样躲开 然后不要让自己变成 那个出头鸟 棒一棒打下去 不要让你找到有所谓的 对付我的这个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他已经用这样的方式 那为什么要用这样 反垄断的这个预防针呢 这美国曾经有用过 反垄断来对付台湾 对有曾经用面板业 我们那台湾面板业曾经在美国被这个提起调查 他在2006年的时候 他调查台湾的面板业嘛 那时候包括说像友达啦 这个还有这个彩晶啦 包括说华印啦 还有齐美都被调查嘛 那最后不是说 我们这个友达不认罪嘛 就友达后面被判罚5亿 然后这个 这个齐美被判2.2亿 华印被判6500万 还有彩晶被判3000万美金 结果没想到友达很多高层就被复刑嘛 包括华印也是一样 所以你跟他事实上 我只是在当然要防止这件事情 可能会发生的状况 所以他等于是有先见之明 你这样你可能用到对付我 我就用这样子来防范你 你再来跟我讲到2奈米3奈米 Cowars都是high tech里面的范畴 是 这么样科技的话题 阿南德也能预测 对 阿南德是他什么都能预测啦 对 而且那他是神童嘛 而且他过去预测的 有些也还蛮准 但我们就听听看他怎么说 他说台积电这个上半年 明年上半年会遇到一些所谓的麻烦 不过影响不大 那尤其是对他的国际价值来说的话 是不降反升 我觉得如果台积电明年上半年 遇到麻烦的话 那有可能就是川普 可能会对他造成的麻烦 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大家要小心 那当然很多人就说 我们怎么因应 包括说像台经中心的执行长吴大任就说 他认为川普当选会冲击我国的出口 应对台股的风狗浪 明天过后你怎么来观察 对 没错 我相信今天大家可能投资的心情都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今天的盘中一局往下跌 最多跌了700多点 甚至还灌破了这个季线 那尾盘的时候是收在这个季线之上 那目前为止来说 收在22,256点 今天跌了612点 那目前为止是在季线 季线约模就是22,100点左右 大概往下100多点的这个位置 我相信季线应该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因为季线目前是往上扬的 所以现在点到季线 照理说应该会有一个反弹的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到这个位置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要停看停 那尤其是台积电 台积电今天为止来说 又跌了31块 它跌到了939块 那目前为止呢 它距离季线比较远 它距离线线是900块 所以看起来的话 台积电相对大盘是比较强势的 所以一旦台积电能够顺利的止跌回升的话 这个盘应该就有机会会往上反弹的一个状况 不过我跟他讲 目前为止的这个大环境来说的话 其实没有太多基本面的问题 现在比较多的是人心的浮动 包括说筹码面有点乱掉 甚至大家可能认为说 川普跟这个选情怎么样 会不会对台湾怎么样 这些外在的因素反而才是考验 目前为止台股的这个情形 不过我们从基本面来说 一般民众怎么想 你看这时候刚好有一个这个民调出来了 这个民调出来是说 你看60%的民众预估说 你看2024年的经济成长率大于3% 所以表示大家都认为说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不错 那88%的民众认为说 今年的通膨率大于2% 所以就说你看 我们经济成长率还是比通膨率要更高 所以没有问题 那对指数的问题来说的话 你看43%的民众预期说 下半年的台股指数 应该高点在24000点以上 所以表示说 大家认为今年的高点24400点 应该还会再过 好那至于说低点来说的话 本身52的人认为说 2万点到2万1000点 那事实上距离这个位置来说 也不原意 所以我认为说 其实大家应该 接下来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目前为止 你应该心态上面来说 要转成说 我可能会比较偏买方 看什么时候能够止跌 好那我跟大家讲 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呢 指数来说的话是 三天如果大家没有再看到这个低点的话 那短线就有一个脚打出来嘛 对台积电也是一样 三天不破新低来说的话 大家或许可以考虑逢低来 如果你上面有被套扰的时候 可以逢低来略做加码的一个状况 好 进一步来观察 川普人都还没选上 刮起了这个台股 风狗浪会如何牵动 我们的荷包 今天一句话就来跟大家报告 台积电的股价 败也川普 但台积电的大单 城也川普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台积电的这个基本面 绝对没有问题 上礼拜的法说也没有问题 但是目前为止 就是这个川普那张嘴 可能会造成了股市的上下震荡 这个四年前他当总统之后 川普投顾 现在的这个阴影又回来了 那我们讲 谢老大 谢今天有说什么 在半导体的这个领长的这个过大 而且他觉得说 应该本来就要修正了 川普就变成是把这个磁气垫 撞坏了这个灰犀牛 那根据他的说法来说的话 他预估台积电的季线 我刚才讲嘛 台积电的季线大概是900 890到900之间 这个位置来说 可能就是这一次 比较大的一个支撑 那我认为说 不应该回到那边 回到那边的话 台股恐怕还会再修正 我就认为说 短时间之内三天不过低 或许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低点 那我们就讲 事实上台积电也变成是 国内外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重点 那尤其是华尔街日报说什么 他说这个中国政策 是美国两党重要的议题 那政治语言呢 这个只会更加喧哗 那尤其是防卫台湾的问题 总会在总统竞选的时候会出现 所以我就讲 在这一段总统竞选的过程中间 恐怕这种川普说一句 或是未来的谁再说一句 恐怕都会造成股市动荡的一个情形 川普我那张嘴 管不了他要怎么放炮 可是基本面总是科学 总是数字 这个礼拜非常值得关注的是 美国超级财报周 对 没错 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股价还是要业绩说话 那我们讲 事实上从今天开始 这个整个礼拜 或者到下礼拜里面来说话 你看这个美国有非常多财报要公布 你看23号有这个Google 这个Alphabet 然后特斯拉 24号IBM 在30号有微软跟超微 然后31号有Meta高通 然后8月1号有苹果 亚马逊英特尔等等 所以我觉得目前为止来说 财报才是决定这个股市好坏的重点 瑞银最近有一个报告 他说我把这个标普500指数的 这个今年度的最终的报价的目标 把它调到5900点 那5900点相对目前为止5000点左右的位置 还可以涨7% 他说牛市的话可以涨到6500点 能够涨18% 所以你知道是 为什么讲到标准普尔 因为我们刚刚讲了 美国重大的什么 这个巨大的这个7公司里面 你看 像苹果啦 包括说微软啦 或者像特斯拉啦 亚马逊 都是在这个标普500里面 有点书等等 所以就说标普500 他说能往上调 那当然他对科技股是不看淡嘛 那尤其是他今年已经第四次调升这个目标 他今年的这个原本的目标只有4800 现在早就已经过4800了 所以我才讲 目前而且他预估今年的美股收益 可以达到250美元 所以看起来的话 整个美国的基本面 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5500点是现在标普500的水位 差400点了 换句话说 我们常常形容说万流归宗 你不看淡科技 你要的晶片只有跟台积电要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开始跟大家预告台积电 这个星期本来有两大利多 敌不过他一张嘴 对 我就讲嘛 实际上台积电的客户是谁 就是这些公司嘛 所以君强我问你 如果这些公司业绩都好 台积电会差吗 怎么会不好 不会嘛 所以我就说嘛 台积电的确目前为止 基本面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尤其是 今天其实传出一个利多 我觉得台积电是个利多 就是地缘政治 我们讲川普这样讲 好像对台积电是有不好 不是 也是有好的地方 什么好的地方 你看台积电第二季的客户 来说的话 我们想中国占比有一度是下滑 但是现在为止来说 美国还是最多 占百分之65 但是中国的比例 大幅的上升 你看今年第一季百分之9 现在已经来到百分之16 对不对 那去年同期的时候是百分之12 现在也来到16 那这个奇葩的这样比哪里多出来 对 那哪里 来自中国的客户 中国什么客户呢 中国现在有很多3奈米 7奈米 5奈米的客户呢 他现在还没有被美国管制了 拼命下单给你啊 我还等你川普当初头 对啊 川普上台的时候 你搞不好会对他杀 全部都不能下单 所以他现在能下单就下单 所以我才跟你讲 目前为止来说 你看原本的亚太地区 就是非中国之外 是台积电的第二大市场 现在变成中国又是第二大 所以告诉你 中国一直拼命下单 那我就像我问你 如果假设川普民调越来越高 那他会怎么办 下越来越多啊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高竹墙 广基梁 要打仗了 能下越多的时候 你说对台积电业绩是好 还是不好 对还是好嘛 所以我才说 这其实是台积电的一个利多 另外利多是什么 你看这个OpenAI 这个奥特曼 本来说我要砸七兆美金 我要自己设这个晶圆厂 就像现在 没得到 我是设计 我跟Broadcom合作 那Broadcom的这个下单 就下给谁 下给台积电嘛 所以现在还是 下给台积电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台积电的客户 就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嘛 对不对 那尤其是你看 目前为止 它的这个SOIC 就下一代的这个封装技术 AMD 苹果 这个辉达 Broadcom全部都有啦 那尤其是你看 连英国都出来帮我们说话 英国说什么 虽然其他国家要赶上台湾 但是不可能嘛 他说晶片产业的霸主 是台湾嘛 没有理由放弃 所以我跟你讲 外国甚至美国 本土都有一些说法 说川普你讲法 是错的 所以看起来的话 如果你回归到基本 我觉得短期间之内 这个大家心里面的紧张 还有筹码面的整理 那是一定要的 但是如果你拿 能够拿更长远的目标来看的话 台积电的业绩 当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台积电要好 台股才会好 但是能好吗 最大的变数 在最不可测的 是川普 可是他现在迎面大增 为什么 今天其实我们正在睡觉的时候 拜登 齐齐式的闪电宣布 退出美国大选 到底怎么会连他的幕僚 都觉得被齐齐了 对 没错 我们看到 市场青年党最惊天的消息 就是拜登弃选了 那尤其是我们知道 拜登其实在前几天的时候 我们都说 美国民主党内对他这样逼宫 然后他还说 我不弃选 我要选到底 那尤其是他这几天的时候 其实他还有在X上面发文 你看这是拜登的X的账号 你看他还贴出这个川普副总统 犯师的照片 他说什么 因为他目前有被隔离 他说期待我本周 重访竞选的活动 然后他X上面连发13折 他说我在说 他说我不信 不在家里面看 因为他得COVID 他说我在质疑川普 你到底在说什么鬼话连篇 他一直在讲 他连发13篇 所以照理说 他还是要战 对啊 你还是要战 那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不战 那好 现在美国媒体传出来是什么 他当时拜登他去这个 他回到德拉瓦州 他在沙滩上面漫步 突然之间他心血来吵 就打电话叫他的这个心腹 叫这个锐气体 还有包括说多尼龙两个人 就说来 那两个来的时候就跟他说 我们来吵你一份退选的状态 你怎么在工作啊 退选 他们两人都吓一跳 好 那吓一跳的时候 甚至为什么 事实上拜登是 已经有决定的时候 他有跟家人开过会 家人开过会的时候 大家都同意之后 他就做了这个决定 那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他在发表的前一分钟 他才告诉这个贺锦丽 还有白宫的这个幕僚长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 完全第一个时间知道 甚至贺锦丽说 我还是看脸书才知道 很多人都看脸书才知道 那要目前为止来说话 那好 拜登弃选的时候 虽然他第一个时间说 我支持贺锦丽 他也准备把他 募到了这个九千多万 可能都转到贺锦丽的身上 但是目前为止 贺锦丽就会来选吗 不一定 所以这样演到这个地方 贺锦丽看得懂 最后我们11月看到 就会是贺锦丽对决川普 不一定 为什么 我刚才讲 拜登已经说 我要支持贺锦丽 我问你 如果照理说的话 这个其他共和 这个民主党的大佬 像欧巴马 或者说培罗西要说什么 支持贺锦丽 可是问题是 就这样 他们没有这样说 那一定有其人吗 对 我想 市场目前为止 他们都没有表达 这个要支持贺锦丽 为什么 市场目前为止 有一个民调 欧巴马的老婆 听说她的民调还不错 另外培罗西她支持的是 现在加州的州长 所以他们两个都 别有用心 那尤其是他们认为说 好 贺锦丽在上一届的 这个阶段里面 他总统 他初选选得里里当当 然后他女性 有色人种的身份 是好还是不好 大家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 目前为止 大家为什么会认为 川普又好像 得胜选的几率更高 因为目前民主党 似乎看起来 还有一团乱要打的时候 那怎么办 那当然川普民调高的时候 台股或是全世界股市 就会跟着川普那张嘴 上张接下来震荡 所以你看到了 什么东西最耗电 发展AI最耗电 但AI今天 真的带着台股飞了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给您看到 今天台股上演了大反攻 大涨了将近450点 当然主要是会答出新品 会答还要出机器人了 难怪 你看到今天除了机器人之外 工具机 AI概念股都争相表态 重点是 它的涨势能持续多久 更关键的其实是资金动能 师聪 怎么来看 8月台股 吹起了集结号 准备大反攻了吗 对 没错 我们到7月下旬的时候 台股是一路往下跌 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 因为美股出现一个 大反摊的这个攻势 虽然在8月的 第一个交易日里面 你看台股大涨了442点 那一口气也站上了这个季线 那当然了 很多股票都表现非常不错 那尤其是台积电 因为台积电这一波 跌到915 然后他也是月末在季线上下震荡之后呢 今天又拉出一根藏黄 他收到960块 那也是把之前的一个跳空缺口 把它补上去 所以短期间之内呢 他已经打了第一只脚 会不会有第二只脚 我们再观察看看 但是应该再破底的可能性 就已经非常低了 好 那我们讲 除了这个大盘跟台积电之外 今天有一个族群 其实最闪亮 那就是机器人的族群 我们跟他说 包括说像索罗门 他本来就被认定叫做 机器人第一股 掌停板 然后另外罗生 他最近也是开始跨入 跟机器人相关的产品 然后包括像昆银 包括像义登 然后包括影汉 还有联策等等 这个都被市场归类为 所谓的机器人概念股 哇 居然就集体反攻而上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辉达昨天推出了 非常多机器人相关的平台 那也重申了 看好整个机器人的概念股 所以看起来的话 短时间之内的台股 应该有机会再持续反弹 只要今天晚上的这个 因为今天早盘的时候 Meta公布财报表现不错 那也带领着这个 美股盘后继续涨 所以如果今天美股 能够继续反弹的话 那当然明天的台股呢 还有机会往上冲的可能性 能不能续工 重点是资金动能 我们回头来看到就是 FED释出了9月可能降息的 这个讯号弹 虽然说他这一次没有降息 但是呢这个联储会主席包围 他讲的意思是说 如果目前为止 这个一切这样子的话 不排除9月会降息 那当然有人问他说 那会不会一次降两码 他说不会 那所以看起来的话 就是9月降息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 那以目前为止美股的 这个包括他们的预估 今年可能会降到3码的 这个可能性 所以因为资金出来 降息的话就是资金 会从银行体系跑出来 那银行体系跑出来的话 可能对于股市来说 会有一个刺激的作用 所以也就是因为降息 还有昨天晚上的 美国的半导体股大涨 所以你看 昨天费半就大涨了7% 那我们知道 台积电的ADR涨了7.29% 也带动今天大涨 不过里面最狂的是挥打 因为挥打昨天大涨了12.81% 你要说那怎么会涨到挥打 因为昨天原本是AMD的财报好 就后来是涨到挥打 反而大涨 不过无论如何 他昨天的市值 挥打一天增加了3300亿美金 是创下华尔街 有史以来的这个单一股票的市值 增加最多的一个记录 那不只是这样 黄仁勋一天的这个身价 也大涨了130亿美金左右 增加了3955亿 他目前的整体的身价 已经来到3.3兆台币 是个兆元男 好 那我们讲 为什么会昨天晚上挥打大涨呢 主要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黄仁勋 他证实说 挥打目前为止的 这个Blackwell平台 就下一代的这个平台呢 他说那又在本周要送样 尤其是这个礼拜 就会有非常多的这个厂商 可能会收到一些 试样的这个产品 那好 那因为 Blackwell出来之后呢 因为华尔街的这个 很多的材 这个所谓很多的这个 券商也非常看好Blackwell 所以昨天也有非常多 券商调高 这个挥打的这个报价 那同时之间呢 同此前也说到 就未来呢 因为Blackwell平台出来之后 未来两年的AIPC AI手机还有云端伺服器 都会非常热闹 这就是第一个这个Blackwell平台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 我们一开始讲的 今天我们不是 我刚才不是讲吗 机器人 哇一大堆亮灯涨频 你以为是发生什么事 因为呢 他在29号宣布 所谓的人型机器人的 开发者计划 他里面来说 整合非常多 包括说他有推出一些 你可以使用的工具列 然后他还有一些所谓的 你可以开发的一些元件 还有一些开发的软体 也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有这个挥打相关的配套的话 你可以做什么 这个运算平台 然后开发还有训练 还有制造下一代的人型机器人 所以就说 因为他开发出了人型机器人来说话 所以你看 黄润勋说 AI的领域下一波乱就是机器人 所以也就是 机器人你看他讲这么多 所以今天早上的反弹的行情里面 机器人才会领先上空的一个状况 那还有一个发展 跟新闻要怎么来解图 对挥打来讲是坏消息吗 苹果他的AI晶片 对 居然不是用挥打的 对 没错 像这个之前来说 有人认为说 可能对挥打来说 也是一个坏消息 不过这样 事实上这个消息来说 或许对挥打不好 但是对台湾没有任何影响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这个苹果要开始开发所谓的AI 那AI来说 难道你是用挥打晶片做训练吗 就苹果在这几天揭露说 我不是用这个挥打 我是用Google的这个TPU来训练 它意思说我要减少对挥打的依赖 其实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就是因为苹果现在 他也买不到breakware这些平台 他也买不到 因为现在都优先顺序不是他 优先顺序是微软meta那些 他买不到 第二个是说他其实跟挥打有所谓的薪酬旧恨 这个薪酬旧恨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 当时苹果要推出所谓的MacBook Pro的这个产品 他希望说我在这个显示器上面来说 能够表现得更好 所以他有用这个GeForce 8400 还有9400的这个相关的产品 希望说能打造我的MacBook Pro的相关的产品 就没想到装在我这里面来说 造成它跟我的这个CPU有点互相重叠 也没办法表现出我的这个票那么好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影像 就后来呢因为故障率很多 他说那你挥打赔给我 就挥打不愿意赔 不愿意赔那两个就翻脸了 所以从此之后 挥打跟苹果两个人呢 在很多产品开发上面来说就是不对盘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次苹果他就舍弃的挥打 不用这个 舍弃的挥打而改用Google的一个状况 所以本来是你中有我 你中有你 结果缠不交罪不老 来看到 昨天驱动了美股大涨的 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就是AMD 他亮眼的财报背后 能够好到台湾吗 对我们知道 实际上昨天我就讲 原本是AMD公布财报非常好 那他主要是这样子的 因为资料中心的收入达到28亿美金 年增115% 非常好 那同时之间呢 他这个整个占他营收的这个58亿 已经先进五成左右 那其实呢 苹之峰也讲到 他说了这个 这个整个警翘 会一直到2025年 也就是说 原本市场说 可能AI没那么好 但是他说会到2025年 所以那所以市场等于是说 对AI原本有一些担心的 就松了一口气嘛 所以导致说AMD大涨 然后整个挥打也大涨了这个状况 那我们刚才不是讲吗 刚才居然不是问我一个问题吗 我们台湾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然不会 因为第一个 目前有挥打的公布应求 那AMD也是公布应求 另外一个这个Google 他这个苹果用的是Google的TPU Google TPU也是台积电下单 所以用来用去 用来用去 用的都是台积电就对了 那也因为都是用到台积电 我骂事实上 这个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这个扩张的 这个再好再扩张继续进行 我骂前一阵子 我们看到两个消息 一个是在德国的Intel 或者说在德国的Wallstreet 他们两个公司都不扩产了 但是反过来 我们看台湾 魏哲家在8月20号 要到德国去 得了四灯去参加 他德国厂的这个动工典礼 那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除了在这个德国厂扩张之外 美国厂扩张 还有日本厂扩张之外 为什么要扩张 因为目前为止 它的产能爆到了 你看目前为止 三奈米的产能 也就是最现金的产能 已经被苹果高通 辉达还有AMD等等包下来 一直到2025年 那尤其是 包括说下一个世代的 这个今年是A17 下个世代是A18的 苹果的晶片 还有辉达除了 这一代的Blackwell之外 还有下一代的Rubin 这个局部都是用台湾 台积电的三奈米 或是再往二奈米去前进 所以目前为止看起来的话 这个台积电真的 毫无影响的一个状况 那尤其是 最近韩国是很认真 在研究台湾 他说为什么我们追不上台湾 其实我们不是只有 金元代工输 他说我们再封装都输你 为什么这样讲 你看朝鲜日报说 全球的AI晶片的封装 是由台积电 台积电来说 因为台积电有所谓的 这个CoVS 还有这个SOIC等等 所以用在AI晶片上面 还有这个日月光独占 那韩国的市占率非常低 所以目前为止 韩国就希望说 我要布许所谓面板级的 这个封装来超过台湾 不过刚好可能 因为台积电知道 你在做这件事 所以台积电也准备要发展 以防你追上我的一个状况 好 奉昕 今天的台股大反攻 气势能维持吗 好 要看明天早上的苹果 所以在台北时间 交易的期间 苹果盘后的股价 到底是如何 可能会是最重要的关键 我觉得刚好两个礼拜之前 我来这边的时候 那时候台积电 不是刚刚法说会结束吗 那时候法说会成绩很亮丽 我就记得军下还问我说 那么亮丽的财报 应该可以涨了吧 我说我有一点点担心 因为虽然亮丽 但是不够亮丽 所以如果第二天早上的 ADR涨幅没有超过2%的话 小心修正 对 没错 但是我有提 我有说 那时候如果跌下来的话 以10%作为一个界限 那你现在看到 它到10% 跌幅 总跌幅到了10% 真的出现了修正 包括大股跟台积电 那大盘跟台积电 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 就是 其实现在 那么辉达跟超微 我们如果说用 旧金山淘金来看的话 这两家公司都是卖 挖金的产值的公司 那么台积电就是 专门负责制造产值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公司 所以不管 挥达好或超微好 没关系 台积电都很好 这一点大家不用担心 台积电在这件事情上面的能力 现在No.1 我认为韩国 短期之内是追不上来的 但是产值是要卖给谁 产值是要卖给那一些 推出伺服器资料中心的 这一些公司 包括了Meta Alphabet 微软 还有亚马逊 这一些公司 那我觉得到目前 为止 因为超微的成绩很不错 挥达的财报 要到8月中旬的时候 才要公布 所以还在等两个多礼拜的时间 那么如果说 挥达的财报也很好 那我觉得这个时候 我们更放心一些 所以我会比较建议 第一个先等苹果 第二个再等挥达 那为什么也要等苹果呢 苹果不是直接在那边 掏金的方式 它用的方式是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 都换成它的AI phone 换成它的人工智慧手机 那么所以它明天的财报 它的预判到底如何 很重要啊 它已经推出了Apple 它已经推出了 它的人工智慧手机了 它自己觉得卖不卖呢 因为现在有一个消息是 天风证券的郭明奇 号称地表上最熟悉 苹果的分析师 他预判这一次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没有那么卖 至少苹果好像蛮保留的 只下的单子是8700万台 大概跟去年差不多 那么市场本来预估的是 9500万 但是呢 它预估可能只有8700万 不要小看这9500万 跟8700万 可能就是涨或不涨的关键 所以苹果的预估 是第一个观察指标 而挥达在8月中旬的财报 是第二个指标 我认为苹果公布完了之后 我们可能还是整理 震荡 等待的就是挥达 它究竟是一声号角往前冲呢 还是大家觉得不够满意 我觉得我们看数字见真章 今天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 最重要的问题 反过来思考台积电股价 我们怎么看待它 可以拉回找买点吗 事实上美中之间的 这个所谓的经济大战 跟贸易大战 不会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有所停 你知道吗 现在传出来讲说 连拜登政府都已经点名 艾斯摩尔跟东京威力科创 他说如果你们继续提供 先进半逃体的技术给中国 将会扩大干嘛 你知道实施一个叫做 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叫做FDPR的政策 简单的说 就是对你的产品的东西 做出这个所谓的管制 这是美中的科技站 再升级 观众朋友 你要知道这两家公司 什么我们知道来自荷兰 还有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 这都是全世界最最最重要的 半导体设备商 相关的材料提供者 居然从顿上游去锁你 就是要把中国勒脖子 勒到断气 当然我觉得这个跟 这个所谓川普 在最近不断拉高 他对于中国大陆 这种对抗的这个态势有关 所以拜登他也必须要出手 但问题是这些做法 你知道吗 拜登跟川普 对于半导体的这些东西 居然造成我们台积电的 这个股价上下震荡 你看像今天开盘的时候 暴跌42块 是以988开出 最后虽然做收 是在105元 但是你知道 有一些这个股民 就会担心 讲说你看台积电 AD下挫 然后艾斯摩尔也跌 这样我也没有办法 可以抄底 结果你知道吗 居然有好多网友 就跟他讲说 你是在怕什么 台积电的底气很好 你根本不用担心 底气在哪里 我再跟大家读一遍 在今天的台积法说 第二季的净利 交出年增36% 大大超过市场的预期 那你要问了 放眼第三季呢 会好吗 底气在哪里 林俊一个一个 说给大家听 当然现在对台积电来讲 你看他几个主流的 这个所谓的厂商 或这个往来的这个对象 到目前为止都是全世界 直扭耳的这些单位 没错 所以就发现到 像苹果 辉达这些产人 台积电也都有啊 再来是什么 你知道三奈米的订单 也供不应求啊 对 全世界几个厂商敢跟你讲说 我现在三奈米进入到量场 还跟你讲说 我可以供不应求的 大概也只有台积电 可以这样拍胸口吧 甚至呢 也传出他的二奈米的部分 在本周会进行 所谓的市场的一个状态 对 那苹果的M5晶片呢 现在也抢到了 2025年的这个头单 那就代表什么 后续的订单 其实都已经告诉你 讲说我的东西在这里 那产人的部分 你还需要担心吗 稳住 现在大家要观察的就是 年底谁能够入主白宫 会是拜登继续做吗 还是川普的强势回归 我们现在说川普好了 川普怎么突然间 这么疯狂的 说你台湾要缴交保护费呢 这个说法当然引起很多人 会觉得说 天啊我们不是跟他们是好朋友吗 是啊 而且台积电不是我们的 护郭深山吗 我们也去了啊 川普你干嘛这样做 对 结果史百民夫他就讲说 其实这个东西居然跟郭台铭有关 为什么跟郭董 史百民夫的说法是说 2018年的时候 当时有个企业家 曾经 在画面上的这一位 有没有 你还看到那个时候 川普跟谁 旁边那个就是郭台铭 大家在威斯康星州 这个地方要干嘛 他说我台积电要投资 所以我要破土典礼 我要动土 我们开始新建园区 但是呢 史百民夫说 因为最后这些所谓的投资是跳票了 那导致呢 川普在那个选举里面 因为你本来跟人家在那边破土典礼 他动土典礼 应该觉得说 我应该是没有问题 挂保证了 但是你跳票之后 居然在这个地方输掉了选举人票 所以了 史百民夫认为说 川普你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所以动了气 才把这个说法呢 弄到了台积电的这个身上去 巴菲特和林白里 相继对AI发展开进口 巴菲特说 AI发展像是打开潘朵拉盒子 AI诈骗让他觉得很紧张 但这件事情你得反着看 这何尝不是巴菲特对AI的另类认证呢 而广达林白里董事长 更形容AI大爆发 犹如磁府列车高速冲刺 一路冲下去会冲到哪里 鸿海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交出了史上最强的四月营收 在这个背后我们就问 AI加上电动车的下一步会是什么 鸿海已经用AI工厂 造出一步一步的AI电动巴士 AI让巴菲特害怕 却让台厂笑了 没错 讲到这个AI来说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个奥哈玛先知 这个华伦巴菲特 他怎么在他的股东会上面讲这个AI 事实上他讲到什么 他说他对AI的这个潜在威胁 发出了严厉的警告 他说当我们开发核子武器 他把AI比喻成核子武器 我们那个精灵从瓶子里面跑了出来 那个精灵一直在做一些可怕的事 而这些精灵的力量非常害怕 他讲的是什么 他讲的是说 因为他最近也跟台湾一样 他接到很多这个 疑似是他的诈骗 他说他没有说过这些话 但是他觉得说这个怎么这个 大家以为都说他说这些话 然后他把这些影片 拿给他的儿子 拿给他的女儿看 拿给他老婆看 他都觉得这就是你讲的 所以他感受到这种精灵的力量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生畏技术 搞到他本身就觉得这个是我吗 对 所以你看 他某些程度来说 他说AI是像这个核弹一样 但是某些程度来说 他也认可AI的潜力 的确是无穷的 所以我们在说 AI除了从巴菲特的这个角度来看 他的确认证 这个是AI的一个时代来临 好 那也因为AI的时代来临之后 我们跟他说台股了 这几天的时候又开始 沾上这个AI的这个边 尤其是苹果也准备要介入AI之后 你看今天台股来到 20523点 大涨了192点 这里面来说 其实跟AI非常类似的 台湾有三档重要的公司 一个就是台积电 另外就是鸿海 另外就是广达 好 那我们今天来讲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来说的话 今天股价 我们知道事实上 他从这个法说会之后 股价一路跌到这个750之后 最近又开始慢慢上来 今天盘中的时候一度好像又要挑战这个800块的这个态势 那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传言说 这个最重要的两档这个AI晶片公司 一个是辉达 一个是超微 他们已经包下说 今年明年的 包括台积电你说的先进封装 有多少就给我们多少 这里面包括说像COWAS 还有这个SOIC 这两种这个先进封装 那COWAS目前为止 大部分都用在辉达的晶片 那SOIC的封装 目前为止是AMD率先采用 那另外的这个所谓Dojo 就是特斯拉Dojo 也准备采用 好那这样 这个消息来说 为什么激励台积电大涨呢 就像我跟你讲 COWAS的时候 今年的这个产能来说 去年产能才1.5万片 今年要暴增到4.5到5万片 然后SOIC去年2000片 今年要暴增5000到6000片 产能不是一成两成 是三五倍的成长 结果 辉达跟AMD还是都要 所以可见今年的AI来说 还是相当相当的畅旺 好所以台积电没有问题 另外第二个是 这个广达的林白利董事长 他也开金口 因为这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刚好是他们的这个运动会 那运动会的时候 他就讲 他说AI AI像什么 他说AI不是慢车 AI是什么 新干线 是磁浮列车 他说用600公里的速度 在直线的充斥 所以他不是火车而已 他是新干线磁浮列车 然后他就说什么 我们现在在AI的发展 是在三角 我都看不到山顶在哪里 所以显见他对未来的AI 非常看好 所以你看今天的广达股价 也出现一个上涨的这个状况 那你更不用讲 台湾最重要的公司之一 就鸿海 鸿海因为AI的关系 原本以为大家都认为说 他第二季营收不会太好 就比较四月营收公布 5109亿 月增14.16% 年增19% 也是历年同期新高 所以人家预估说 搞不好第二季 在整个AI的这个状态之下 他的业绩表现不错 他今天又创了这个 167.5的短期新高 所以就知道从巴菲特认证说 AI觉得有戏 台湾也觉得有戏 到底我们怎么看这个盘 分析师看弱中透强的讯号 张伟来告诉我们 投资人可以保守 不需要悲观 关键在哪里 关键 真主要的还是我们自己本身 台股实质的力道够不够强 还有台积电 但我要不讲 就像刚才俊昭有提 休了两天的这个裁风价 回来就立即遇到的 是黑色血腥的星期五 台股真的over了吗 我完全不这么认为 来 管理平 为什么我们可以有 这样子的底气我们来看 真的 一部分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 经济的GDP 还有台积电 目前为止 光是 你知道 管理平你要知道 每次我们讲五穷六决 七上吊 这个是有源头的 因为美股 它有所谓的传统的夏季风暴 只是你没料到 在夏季的最后一个礼拜 真的发生风暴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个其实是一个常态 那还有 9月还有FED 马上要下修 要降息 那么到时候 不上上下下当中 我觉得 会打公布财报 全村的希望 有些时候会有机会 让你完全翻身 另外一个重点了 在这里面 台积电 自己本身 到底有没有这个实质实力 带领全台湾的经济往上 真是几率很高 来 管理平我们看一下 那个台经院 为什么他这样讲 台经院现在公布 有三样重点 第一件事情支撑了台湾的经济 你看一下 在他公布 上修了全年的GDP 高达3.85 这什么意思呢 3.85的意思是 居然比去年同期 足足增长了20% 我跟你讲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数字 那支持的主要原因 真的就是AI AI的这个部分 不仅台积电 以及一连串的相关的供应链 支持了这个势头 另外一个部分 是什么呢 最主要是我们的制造业 你看 会议党是不是也来台湾投资了 这一整串 这一整话 包括苹果 包括会议党来台湾投资的过程当中 民间的投资也会被吸引出来 还有一个重点 最主要是我们的出口 我们的出口 目前为止 需求是全面的上升 所以我们只能说 这里面最重要的关键 那个 君相你知道是什么吗 AI 对 而且 这个AI的关键里面 最重要是什么 它有没有飞入 寻常 百姓家 什么意思 也就是 哪一个人的终端消费 全部都消费到AI 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为止 包括台积电 它制作的很多的 包括供应链的AI 你总要有人买 目前为止 真正的重点在 AIPC 你知道 今年其实是 这个手机的复苏年 可是你知道吗 AIPC 全部的电脑 几乎全面要翻修了 在这里面 升级到AI的过程当中 就产生台湾 经济成长最重要的灯 这不是我们自己讲 你看Gunner 它会讲说 全球的PC 也就是电脑 它上一季出货 已经年增 计增 年增1.8% 但是最主要你看到 计增7.8% 这些很多年 都没有数字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这个情况之下 第三季还会再更往上 第三季 目前估出来 至少4到5% 而且AIPC 到时候渗透率 今年 今年只是40% 你知道到时候 全球的PC 全部换成AI之后 据说到时候 有8成到7成以上 这样的一个渗透率 飞入寻常百仙价 所以这就是全球 到时候消费者 都会买台湾出去的 AIPC 所以你就知道说 在这里面 除了AIPC之外 最重要是每个人 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你的手机 我跟你讲 每个人都说 它自己有AI手机 那我们崩溃 谁才是真正的AI手机 大家会买单 只有Poco 只有苹果 现在苹果 目前为止 已经上销 它的AI智能力 现在全球注目 目前为止 它初步告诉你 大概1亿支左右 我跟你讲 据讲 目前为止 大膜的评估 恐怕会超过5亿支 为什么 因为目前为止 只有苹果 这样的一个带货能力 它能够让全世界的消费者 愿意买单升格 换机槽 目前5亿支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我们再把 iPad 还有MacBook 还有一大堆 全部的苹果的产品 全部都给AI 那这些 全部AI下去的话 单全部都发到了 台积电去了 是 不止台积电 跟中文一样 我们包括 我们的广达 是不是平概股 我们的华硕 是不是平概股 核硕是不是平概股 全部 红海 全部都会一挂上来 所以我只能说 这是目前为止 这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 川普的现象 其实也造成台股 这一波 很重要的一个效应 目前为止 很多人发现 台积电居然 收到了一个集单 五小米 你知道吗 大家担心 川普要选上了 万一他选上 我跟你讲 就跟四年多前 那个你知道 我们的敦泰 还有几家公司 跑来半夜 来跟我们台厂 敲敲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川普说干就干 一下子 切断了所有的货源 造成台积电 现在他有个超级集单 那个超级集单 你知道 那个阿京 他们愿意多付 40%的溢价来买 你就知道 状况有多紧急 这次对台股 杀盘扣下板机的是谁 当然就是川普 投顾 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可以谨慎 不必悲观 因为这个川普 川普投顾效应 正在递减 没错 台股有救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君相 你看一下 那上面穿紫色的衣服 是什么意思 来 我跟你讲 官朋友 那个台湾有一个 很多人知道 辛普森家庭 它是一个国民的卡通 很有趣 他以前成功预言 川普会中子弹 也成功预言 很多包括911事件 这次24年前 我跟你讲 这不造假 24年前他画出这里面的一个美国第一任女总统是谁 你看一下 像不像 像不像 像死人了 这个是最近公开出席的贺锦丽 同样的紫色套装 所以他那么准 会再给他准一次吗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最后当上白宫主人 不是川普 而是贺锦丽 对台湾 对台积电 是好还是不好 我跟你讲 大家还记得吗 拜登一上来 100天之内 拿出了第一个 那个给大家看的手势 就是台湾的晶片 对 就是台湾的晶片 所以拜登 他是非常支持台湾晶片 如果贺锦丽 败归贺随 你知道贺锦丽 这四年来都在干嘛 他的副总统 全部都在做晶片外交 他跟张忠萌 在2022年 2023年 在APEC到处同框 而且他是有直接讲 他是非常支持台积电 所以贺锦丽来了 说不定台股也不一样了 好 威良 我们看多么疯狂的一个盘势 台风天前 交出了史上第二大涨点 两天回来 跌给你看 史上第二大跌点 来告诉我们 台股的明天过后 我们如何审慎而不悲观呢 虽然今天的跌点很重 不过这是因为 我们修了两天台风价 所以有点一次性的反应 一次性的补跌 台股的投资人 也有这个概念 就是小资族当然会想说 资金我要冲冲冲 但是如果你开车只有 一直踩油门 没有安全气囊 没有绑安全带也不行 就是不可以油门 一直吹下去 所以现在就是小资族 你心脏够强 你要吹油门 或者你空手 你现在想要参与投资 你不要看回档修正这么多 也是贵松松的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一步跨出去好贵 他们怎么办 其实齐交所所推出来的 期货商品 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有所谓的大台 然后小台 这应该都听过 为什么当初会有小台 我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 其实小台是在2001年推出的 就是因为大台 它的契约程数 或合约的规格 其实比较高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 这个资金门槛比较多 那我只希望放一点点钱 所以就有小台 可是经过了 二十几年下来之后 小台也不小了 因为这个是从当时的27万 整个契约规模下 已经拉高到 也要102万 所以现在必须要去想一想 小资族真的要 不管是说要避险 或者说你只是 我就纯粹认为会再跌 我想要放空 那怎么办呢 那我要去找小小台 小小台 完全正确 就是这个概念 那这个概念叫什么呢 就是即将在7月29号 就下个礼拜一 大家就可以正式开始交易 叫做违行台子期货 简称我们把它称为叫围台 那到底围台有多小呢 其实大家讲 大台一点 它相当合约价值就是200块 涨跌一点就是200块 那小台就是50块 那现在的围台 它的一点的价值就是10块钱 所以将来如果你认为 台股可能会涨100点 那你去做围台的话 假如做多 那就是100乘以10 你就可以获利1000 反之如果你觉得会跌 你放空 跌100一点 你就可以获利1000块钱 那它整个合约的其实规格 跟交易制度 跟小台大台都是一模一样 我们简单看了 其实一次会有六个合约 所谓的连续三个月份的合约 再加上连续三个季月 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在来看 它就是有8月 9月10月 然后再来就12月 3月6月 这个都一样 那重点就是说 你如果说要参与交易的话 那其实它也现在 跟其他的大台小台的交易时间 都是一样的 那唯一就是要提醒大家 你在换算这个部位的时候 要很清楚 因为既然刚才讲 它的一个契约层数 就是10块钱一点 只有小台的五分之一 所以就可以很清楚知道 它的价值就是 五口的围台就等于一口小台 然后20口的围台 就会等于一口大台 所以这里面 其实也就让大家 可以有不同的一个操作空间了 那我就问你 你现在给我们介绍了一个 就是下个星期一 即将出来的这个 就围形台纸旗 那这样子的一个商品 我觉得如果参与投资 投资到后来 我觉得我想要越级打怪 可以吗 可以 当然可以 因为为什么 我们刚才讲 其实合约 其实它是可以互底的 互底就是说 你可能可以看到 不同的这个期货商品 它中间出现了价差的时候 那这个就给我们一些交易策略了 那首先 我们知道 期货最主要的功能 一个就是多空交易 那另外一个就是 所谓的避险 那再来就是套利了 那我们先讲 多空交易是最基本的 入门篇就是说 纯粹我认为 如果指数在这边 可能还没有跌完跌够 假如啦 不是乌鸦嘴 是说万一美股继续下杀的话 你手上可能有一些好标的 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投资人 买了台积电 买了鸿海 那我不想杀低啊 你就抱着 可是我又怕外资 万一继续杀怎么办 因为毕竟这个还是 国际局势的牵动 反向 那你就可以先去放空了 那放空呢 大台太贵 小台门槛也拉高 所以就是放空为台 那假如继续跌 跌个100点 200点 其实你就可以从中乘以10 就是你的获利的价差了 那再来呢 所谓的跨越价差交易 就是说刚才提到 它如果挂了不同月份的商品 像现在呢 可能有8月有9月 那你就可以呢 抓住一个原则 就是永远都是买低卖高 所以当不同的月份的 一个商品的时候呢 假设8月的价格比较低 9月比较高的时候 你就买8月的 然后去放空9月的 那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 这个会再进阶一点 比较复杂一点 就是说呢 当呢 大小台或围台之间 出现了价差 那这个价差呢 其实不外乎它的原则 就是我们同样的 你用大台就是除以20 就应该要等于围台 但是如果呢 它是除以20之后 它高于围台 那我们说 你要买低卖高 所以就是买围台 然后去放空大台 这个概念 好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在一个大 小 围 这三个不同等级 这个就跟台信电的 晶圆一样 是 所以看投资人 从口袋深的 到小资族 都有你可以选择的 相关的工具来使用 很多人都有存股 而且是存ETF ETF现在也是标到 我看前阵子 走多的 走高的时候 0050标到200块钱 是 国内现在的投资ETF的股民 已经超过900万了 国民心运动 不过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存股的过程里面 也常常发生 高股期ETF 你看过去这一个礼拜 有没有跌 跌啊 也是跌 那你眼睁睁看着它跌 心里又觉得 好像有点堂血 可是呢 当然你既然是长期存股 又不希望是说 跟着大家去做追杀 就在这里避险 怎么办呢 对 就是透过ETF 所以很多人其实不知道 ETF也有对应的期货商品 是 那目前当然它不是 完完全全 每一种ETF都有 对应的期货商品 但是呢 总共有16档 那包括就是呢 有一些是国内成分股的 比如说0050 0056 00878 00919 00929 都有对应的 这个期货 所以他们的期货商品 也蛮热门的 那另外还有一些特色型的 那还有就是呢 很多人会去买 所谓的债券型ETF 那存债券型ETF的呢 你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它也有一些呢 关于这个债券对应的ETF 还有期货商品 那最后就是国外相关的 这个成分股的ETF期货 好 那这边呢 我直接跟大家讲 其实你如果要透过 ETF的期货来做 交易的话 那要怎么运用 比如说呢 我刚才提到 0050 这个是国民ETF 很多人都投资它 那大部分的人 其实呢 他持有的0050 可能是才刚开始起步 刚开始存 所以我们发现到 其实大概有 将近55%的人 他持有的0050单位数 还不到一张 是零股的 那一张到五张的 也占了37% 所以大部分人呢 看到0050在跌的时候 可能会心痛 那想要去补救 那怎么办呢 你就透过ETF的期货 来做避险 你就可以去放空ETF期货 那因为现在ETF期货的 门槛也低 然后呢 你放空一口 它就等于是一张 这比较适合大家 因为我们讲 期货跟现货 你要对应的避险比例上 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关系 所以大概你如果有一张 你就去放空一口 一口期货 那另外来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呢 在于我们看 债券ETF 因为呢 从今年年初开始 大家等不到的就是呢 联准会的降息 对 所以现在看起来呢 7月有机会 9月呢 更是很可能会启动 第一次降息 不过呢 始终没把握 那我们来看 像这个红色的这条线 就是呢 美国的公债殖利率 当它往上的时候 债券就会叠价 对 那因为呢 现阶段来看 债券的殖利率 还是算是相对在高档 附近整理震荡 所以期货的价格 始终就没有往上走高 所以如果你已经买了 很多的债券ETF 可是你怕如果呢 正式的降息 一再的迟到 那怎么办呢 就是去放空ETF 期货来做避险 那胜货是像最近 如果说通膨啊 如果又串起来 这个所谓的殖利率 如果往上反弹的时候 那可能期货价格 又会有修正压力 再买 对 那反过来再想一件事情 如果真的 9月份 看起来现在是 降息的机率很高嘛 如果真的一旦 启动降息 确定降息的时候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一条殖利率的曲线 它会开始往下跑 那就代表呢 美国的公债价格 就会正式往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去买 不仅是说债券ETF 他不是想赚价差吗 资本利得 其实呢 更会赚的 更懂玩的人 期货 买期货 因为它就是 能够让你的资金 有更大的陈述效益 所以呢 期货价格 事实上 在那个降息 正式启动的时候 它往上跑的 速度跟力道 会更高 五七报新闻的 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 4月6号 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它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 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 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 我要跟大家 重点看 再一次 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 还有优秀的 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 每一天 花真相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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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杨恢复